没啥问题好像 这样子一摇好像还可以 荆克斯 要玩大盒了 荆克斯有过一场选用 Wink 这个地步 这个一定是很标准的那种双盒 对 对吧 就是还是那样在扎实 很像那种春天的阵容 MSI的阵容 两个大盒 有节奏 有前排 有收割 有后期也有前期 Foundplus这一首摇摆的话 在上路鳄鱼可能会 对三季以后打得舒服一点 但中野的这个双AP 其实能给对方超强多大压力呢 还是在比赛里看一看 帅哥每次那个打打的 第一波就直接卡 哎 招三线 颜图抬回来 金姐组合来了 开了个盾能活下来吗 活不下来 我所有快直接已经没有闪现了吗 这波小老虎的六级 看一下 SoloQ 一标底 冲回来 有机会直接秒SoloQ SoloQ大招命中了 看兄弟们来了 但是自己怎么办 自己能走吗 下一个Q好像打不死 小老虎这边在红路Q回一口 一滴人有点抽 三个人要围攻小老虎 小老虎还是倒地了 最后没有QV这个位置 也是没有闪现的 第五打起来之后有闪现 好像还能继续的追 可能追死了 下一个打不就死了 布龙 男女布龙 太有安全感了这个英雄 是 起得好 哈哈哈哈 吉利 上路又打起来了 卡牌再来哦 前回塔脸 有机会 小老虎两端一过来 有大招 好像也不慌 那SoloQ要吧 还要招了 红度达嘴咬到 黄牌一张 再跟上自己的技能 有QV失误了 插一下 我真没死 还有一张闪现 BG点啥 那这波是中的插线的 这波就是追一路 听个4RT不挺快的 Live过来给个视野 克尔也来到中路 卡牌这波是有飞的 这波有点必须来啊 卡牌来的话是打不了的 我也死了 莱福 莱福直接白给掉了 战地QB方面做的很不错 想翻墙过来找 利物的麻烦吗 过来 卡牌大 要动利物 有进化有闪 那应该逃不了了 伤害就关死了 准备这统数交个进化了 他们在期待着Wing出勾 过来看到机会 想试一波 想骗莱福大 有一个TP 绕后的TP 来的仙子 刚才的一个隐藏 但是正面也打了起来 还过来一个杰杰 仙人会闪现 摸下队友 哇 卓俐星的直接闪现 过来报大 秒掉了杰杰 帮牌是叮到了席 席子 席子 席子这个绕后 法马自己要暂动啊 因为他绕的时候 正面已经被开了起来 现在很多队伍这个轻讯体系 也是很看他们的培养能力的 在这个位置 began被开了 被击败起来 但这个大招放得还不错 但是卡牌 又来了 再接一个行图 就这样的抓边啊 帮帮他这个中野斧在边线啊 太活跃了 哎 赖斧 这也是要被踢回来 泰坦的接一勾 但伤害也能不能够是一个问题 看野斧的伤害 六推接一个火箭 打过来了 还是能秒 不用直接火箭了 直接秒掉 想找一下Wink的麻烦 排这个真眼最后一下 可能要被留 连托抬回来要控制离消 控制离消 但是卡牌这张黄牌出谁 打到了一个蒙森 蒙森摸也可以拉开 并且交一个闪现 泽力翻过来了 开大招 开大招牌 鸡森摸还在 继续留KR的卡牌 这个版本里面中单卡牌 其实是一个冷媒的选择 对 还有二段E能走 前到墙上 没打出伤害 没打出运眩效果 再这个竹子冠地拉回来 突然还要大在手里 小老虎要1打2了 伤害真的够吗 还有一段E好像 还有闪呢 还有闪 吹了个空 小老虎1打2 明镜化紧 反而还有反爆 眼圈来了 看见颜枯 没抬到 但是泽力也在身后 直接过来想帮一下 不过KR已经被拿下了 上路KR还想拆这个700块 WINK来了 直接打个闪现 后面还有绕号的SoloCode 这回是必死无疑了吧 这波有点贪了 KR已经被上斧逮捕了 2020年清训 就是小老虎和KR的清训 先看中路 准备被打 正面还有机会 勾个布隆了 自己要死啊 WINK 知道泽力不在 但那边的话小老虎是个 踢过来的 想过来保一下 太坦是换掉了一个卡牌 这边换的还不错 牌一个推 没有推到银河 银河的位置也是被踢到了 银河也死了 泽力开过来 泽力没大招 小老虎的话 鳄鱼开了一个大招 想保护的有撤退 泽力没大的话 咱方巴拉的不好接的 WINK好开 还要追接 一下子同次找小老虎 W减速到 又再减速一下 视野先别方巴拉站住 EBG感觉压力很大 黄牌定 金身解 净化解 往后抬 WINK应该是必死的 让这波命运再开起来 看下EB重要的位置 还要硬着头皮来 Live前面 做表情 想绕一下 看到了 杰杰已经绕过来了 6000多 表手雷封一下路 6000多一个血量 杰杰已经四季代发了 看怎么说 一触即发 SOLOQ必须要先手 我们还定一下 Q W一强过来 JB秒了 SOLOQ完全没有机会 只能看杰杰了 已经付出很多了 沉默成本太高了 还在找杰杰的位置 杰杰Q到了小龙 太后很短 要下降 Wizard 加杰 捷捷捷 甚麼 杰杰 Board 跑一次 There's a collects 真的 太不讲道理了 排突然后咬 控制链 排突咬死 以后要成为方普拉斯攻势了 然后方普拉斯他们打东西 确实跟其他战队不太一样 这把比赛卡牌拿出来作为中单使用 效果得好 这个沿途是晕到了杰杰 即使抢到了龙 但肯定是跑不掉的 泪目了 没有闪现的瞎子 大龙buff的持续时间结束了 最终的男爵之力也是来到了4000 又来又来 一个喜跑 遇到了结局 这个背景有一个GP 小老虎骑下来 小老虎要被三人包夹了 有点危险 前驻要被沙皇猛戳 有些人拖下时间 再推回来给利物出发了 最后快感 但没法打后局的收拾 机闪现 而闪现成了棒弹的 我的天哪 Drop down 再要往前 翻山越岭找SoloQ 这就是自信 ADC的勇气 往前向硬化 反正操作不了 最后还是被沙皇女虎捅死了 有个太阳圆盘 但是他也去看打怎么样 结界这边又穿起了个卡牌 结局来帮帮帮 又出动了 不对劲了 有点不太对 一万金金塔 一万多 输了一波大短 打得多少荒武 鬼 打 这两把比赛 跌宕起步甚至都有点相似 这次送了个超级大的 来看一下上一波 Care的位置是怎么被找到的 在我们没有观察到的正面 其实结界和Wink的处理 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主要小老虎这个TP的位置 有点太深入了 然后这里又是来福 包括丢弹想帮助小老虎报仇 然后自己也得到了一个很深的位置 然后野区就没人帮Care了 Care很尴尬 你看看野斧AT都跑 都溜了 丢弹也上头了 这波被沙皇捅死 然后野区的话也是被Care 也是被杰杰踹死 小龙再拿一条悬赏点也拿到了 要反开 攻击是Live 黄牌再定一下 再接抬回来 空中有一个空中接力 黄牌牌先倒地了 这是包布拉斯回合了 拉到两个人 沙皇和金额次不合的输出 这张卡牌的黄牌什么输出 卡牌黄牌应到了Solo Kill 沙皇后面抬回来 Solo Kill 沙皇抬回来 Solo Kill 这就是金额次的魅力 开推 开推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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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完了 空中先杀一个人 快就快点续上 10秒钟 折力复活 我们来得及在抗牌 没有问题 有六球 推得很快 太快了 没问题 同样是大盘盘 同样是大后期 我们恭喜EDG 烨 新疆 自创 恩 帖 2 和 公布 ured 识